五一节假日的这一天,对于许多居家隔离的人来说真的很不爽,不能出去游玩,秋连明星也是如此。 就在五一当天,女星陈彦夕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在上海居家隔离的照片。 从图片中可以看到,陈彦夕晒出的是自己练鱼家时的照片,并还配温,鱼家一下,元气满满,开启五一小假期。 由此可以看出,陈彦夕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就连五一休假都在努力锻炼保持身材。 而且图片中还能看到,陈彦夕身穿黑色运动套装,完美地突出了她的身材曲线,小肖抢劲十足。 陈彦夕的皮肤也是让人羡慕,细嫩的就像剥了壳的鸡蛋。 而且她天生的娃娃脸显得很幼态,让人越看越想看。 除此之外,陈彦夕练习瑜伽的环境真是满满的仪式感。 两束鲜花,一个蜡烛,不仅能在练习瑜伽修身的同时,还能尽心养性,真是太会生活了。 虽然大家都是在家隔离,但是人与人的区别是真的很大。 有些人在家邋遢不成样子,有些人在家依旧保持自律。 因此陈彦夕的自律也是大家该学习的。 并且此次陈彦夕的瑜伽照,想必应该是她的老公陈晓帮忙拍摄的吧。 因为此前陈晓直播时,画面中的沙发是同一个, 所以他们夫妻二人应该是一同居家隔离的。 这让网友们纷纷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虽然陈彦夕和陈晓一直在家隔离, 但他们依然不忘对外捐赠防疫物资来驰援上海。 就凭这一点,不得不让人敬佩。 给人一种温暖热心,又有着满满正能量的感觉。 期待疫情结束后,陈彦夕和陈晓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作品, 也祝福他们一家三口永远幸福快乐。 没想到陈彦夕会带着陈晓一起上线撒狗粮。 要知道平日里的两人很少秀恩爱, 不是什么家人生日的日子,几乎不会互动。 而今天夫妻俩却上演了一波拍手壁冬, 画面填入偶像剧。 两人先是来了个普通的壁冬, 陈彦夕虽然这身衣服穿着有点奇怪, 但是不影响她的颜值, 侧颜看起来依然清纯, 还是那些年追过的女孩沈嘉仪。 夫妻俩四目相对都扔不住笑场。 当陈晓伸出手的那一刻, 陈彦夕假装一副害怕的模样, 弱小无助,十分可爱。 陈晓笑得丝毫不勉强, 可见对陈彦夕是真的喜欢。 而并非网友们所说的, 和对方结婚后眼睛里没有了光, 分明是活花四射。 随后开始玩鸡掌壁冬, 陈彦夕看着陈晓的模样满脸幸福, 陈晓左手无名纸上的婚级豪闪。 陈晓突然对陈彦夕再次来了个壁冬, 配上背景音乐,十分帅气。 紧接着陈彦夕用双手捧住陈晓的脸颊, 将陈晓推向一边。 这大概都是女孩子的通病吧, 会故意拒绝对方的嗜好。 如果陈晓真的亲吻了陈彦夕, CP粉们估计会开心像过年吧。 陈晓夕赞古装天花板, 颜值和演技在娱乐圈里都排在上面。 目前来看,人品不错, 没有被曝光过什么负面新闻。 但是陈彦夕可能就有比较多的绯闻, 而且又比陈晓年长五岁, 所以不被很多人看好。 不过两人在一起后很幸福, 都极少有不清不楚的绯闻。 一个专注于拍写, 一个大部分时间在带孩子健身, 偶尔出来工作, 可见都是想要好好过日子的人。 当年两人拍摄婚纱时候的 先头杀亲吻照堪称是经典。 此前陈晓和陈彦夕被拍到 一起与好友聚会, 随后一起入住酒店。 两人全程都像连体婴儿一般, 不是挽着手臂, 就是搂着肩膀十分恩爱。 上个月21日是小星星的五岁生日, 陈彦夕分享了全家福为儿子情生, 画面相当温馨又爱。 陈彦夕曾经透露过, 生儿胎是自己和陈晓计划之中的事情,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听到好消息。 如果能给小星星再生一个妹妹就完美了。 陈晓和陈彦夕两人已经结婚五周年, 事业发展都很不错。 陈晓参与很多作品, 陈彦夕主要在家照顾孩子, 还不忘记歌手身份。 在儿子生日前推出了唱给她的新歌, 儿子也参加这次MV的创作, 并且出镜了。 很像陈晓和陈彦夕, 看来都是遗传父母的优点。 陈彦夕参加央视穿完的彩排, 可能会参加演出, 看来这次他们夫妻要分开过除期了。 夫妻俩参加某杂志的拍摄, 曝光了谈话内容。 陈彦夕眼里的陈晓, 是个温柔, 善良和孝顺的男人。 陈晓眼里的陈彦夕是个 有智慧、胸襟和气魄的女人。 两人能够记住各自身上的优点, 说明两人都很爱对方, 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产生怨气和悔意。 他们也分享了两人私底下的一些互动。 陈晓工作完回家, 还会做家务, 没事了还会给他按摩, 还会煮饭, 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 真的看不出来陈晓还会做家务。 很多男明星可能婚后都是成为家里的大爷, 回家躺在沙发上, 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 陈晓忙完了还会回家做家务, 说明真的很爱陈彦夕, 比较心疼在家操劳的他。 老公在外工作, 自己在家照顾孩子。 虽然两人不在身边, 但心还是连在一起。 他们会分享给对方看过的美景, 还有吃过的美食, 心里都会惦记着对方。 一个细节显示两人的浪漫和甜蜜。 他们坐在一起, 陈彦夕悄悄地拿起老公的手指拔弯, 两人的感情很好。 陈彦夕对陈晓的爱完全无法掩藏, 是毫无防备的流露, 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吃了后天的够料。 娱乐圈诱惑很多, 但自控很重要, 特别是结了婚的夫妻, 更应该充分信任对方。 否则一旦没有信任, 婚姻很容易崩塌。 陈晓是个好老公, 陈彦夕很珍惜对方, 所以两人结婚这么多年, 依然甜蜜依旧。 说明两人都很会经营他们的婚姻。 两人还少吵架, 小摩擦有, 但两人相处更多的是甜蜜幸福的时光。 从2015年恋爱结婚到现在, 他们夫妻相处有了很多自己的方式和规律。 去年12月20日, 陈彦夕晒出全家福为儿子小猩猩庆生。 儿子五岁了, 长高了很多, 一家三口温馨甜蜜。 小猩猩带着生日皇冠, 在奥特曼蛋糕面前, 双手遮住自己的眼睛, 可能在默默许愿, 看起来乖巧可爱。 爸爸性格很温柔, 儿子性格应该也不会很调皮。 陈彦夕和陈小颜值都很高, 两人的孩子都很帅气。 他们曾计划生二胎, 但迟迟没有动静。 小猩猩都已经五岁了, 如果生个妹妹陪伴小猩猩, 她一定很开心。 陈彦夕已经38岁了, 她是1983年生人, 比陈小大四岁, 所以要生二胎还得抓紧时间。 不过陈彦夕虽然快奔四十了, 但看起来一点也不鲜老, 还很少女的感觉。 可能陈彦夕长着一张娃娃脸, 所以看不出来比陈小大四岁。 一直有传两人感情不和, 结果两人很幸福。 这些造谣的人也是唯恐天下不乱。 其实别人只是旁观者, 真正过日子是两个人的事。 所以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 不要胡言乱语, 否则就是诽谤和造谣。 看到两人很恩爱幸福, 应该送上真诚的祝福。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转发。 转发。